9月28号 在2020年中秋来临之际 中国新闻社与腾讯公司携手推出云聚中秋微信小程序 向中国国内和包括海外留学生在内的全球华侨华人发出邀请 中秋时节 让我们云上相聚 为亲人 为家人和朋友送上祝福 中国新闻社总编辑王小辉在发布会上表示 月圆人圆是中国人永恒的主题 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 我们期待相聚 期待团圆 如今 生活在发展进步的新时代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再以公里计算 我们邀请全球华侨华人以及海外留学生中秋时节云上相聚 为亲人和朋友送上祝福 当天 中国新闻社与腾讯公司携手推出云聚中秋微信小程序 用户可在小程序内通过互动体验上传自己与亲友的照片 合成中秋团圆聚餐合照 并生成海报分享至朋友圈 在科技的加持下与至爱亲朋 共度中秋 大家看到现在我们川菜已经上桌了 我们桌上有火锅 有串串 还有麻婆豆腐 以及很经典的川菜 以及我和我父母都已经坐在这个团圆饭的前面了 这时候呢 我们的人物可以随意地在这个画面里面去挪动他的位置 去按照我们家里习惯的一些方式去就座 那比如像在我们家我妈就是C位 所以要把我妈放在中间 对 也可以通过这个按钮选择人前后的顺序的变化 那么好 这样差不多我们一张 全家福这样基本就完成了 发布会上 中国新闻社总编辑王小辉与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副总经理月渺共同登台 启动了象征云聚中秋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的钥匙 我们知道庚子年的中秋啊 可能比往年的任何一年团聚都更加的不容易 但是呢 今天有一家餐厅在这里为大家开业了 我们呢 今天的目的呢 就是想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走进这一家餐厅 在今年的中秋节呢 中国新闻社携手腾讯共同上线云聚中秋微信的小程序 我们希望能跟大家在一起聚最远的餐解思念的禅 据了解 小程序共有16套团圆服装造型可供选择 选择一身最喜欢的服装 自拍或上传照片 并通过微信邀请亲友上传 无论与家人和朋友相聚多远 都可生成一张团聚桌前幸福满满的中秋合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